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外交部回应不会接受任何极限施压和恐吓讹诈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 英俄前特工中毒事件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 再看日本将韩国移出贸易白色清单 韩方回应已将日本移出白色清单 日韩贸易摩擦升级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针对美方称将对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关税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做出了回应 美方称将于9月1日对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关税 此举严重违背中美两国元首大阪会共识 背离了正确的轨道 无异于解决问题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如果美方加征关税的措施付诸实施 中方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 坚决地捍卫国家的核心利益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全部由美方承担 华春莹指出 美方升级贸易摩擦加征关税 不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 不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 将对世界经济产生衰退性影响 中方始终认为贸易战没有赢家 我们不想打 但也不怕打 中方不会接受任何极限施压和恐吓讹诈 在重大原则问题上 我们一寸也不会让步 我们希望美方认清形势 放弃幻想 纠正错误 回到通过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磋商 解决问题的正确的轨道上来 自美国政府拟对3000亿美元 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关税的消息一出 便引发了美国国内社会的强烈反对 美国民众纷纷表示 加征关税的行为最终是由消费者买单 多家美国行业协会也很快发表声明称 此举对美国国内各行各业危害很大 美国业界普遍认为 加征关税将直接冲击美国消费者 如果关税政策实施 中国生产的服装 鞋类 玩具和家用电器 将列入加征关税的范围 美国消费者每年将花费更多钱 购买这些日用品 美国多家行业协会也表示 加征关税伤害美国消费者 美国商会高级副会长迈伦·布里联特在声明中说 美国政府对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关税 只会对美国企业 农民 工人和消费者造成更大痛苦 削弱美国经济增长 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高级副会长戴维·弗伦奇表示 该协会对美国政府加码执行错误的关税策略感到失望 认为此举已造成美国经济增长放缓 不确定性增加和投资受到抑制 过去一年美方加征的关税并不管用 没有迹象显示再次加税会取得新成效 新关税只会威胁美国就业 增加美国家庭购买日用品的成本 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协会会长贾森·奥克斯曼说 美方加征的关税已令美国消费者 工人和企业 损失超300亿美元 再加征新关税将扩大伤害 令美中双方达成有意义的解决方案更远 该协会敦促美国政府将精力集中在达成长期协议上 美国运动和健身产业联合会发表声明说 对美国政府加征关税的决定表示失望 最新决定意味着贸易战将再度升级 该联合会不认为关税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美国经济将因此受到打击 由于中国在许多美国公司运营中 扮演着关键的生产角色 他们将继续努力说服美国总统 放弃对中国进口商品增加关税 受美国政府宣布拟对3000亿美元 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 以及美联储降息未达市场预期的影响 本周标普和纳指双双创下年内最大的单周跌幅 2号美国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线下跌 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0.37% 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0.73%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1.32% 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计下跌3.1% 道指累计下跌2.6% 纳指累计下跌3.9% 本周标普500指数和纳指连跌5个交易日 双双创下今年以来最大单周跌幅 道指连跌4个交易日 本周录得今年的第二大周跌幅 美国资本市场7月31号 因高估美联储降息意愿而经历重挫 8月1号又遭到白宫升级 对华关税威胁的沉重打击 美国政府8月1号宣布 拟对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关税 引发美国资本市场强烈震荡 当天纽约股市三大股指盘中出现高台跳水 市场人士对美国对华经贸摩擦升级的批评声高涨 匹兹堡国民商业银行公司资深经济学家 比尔亚当斯表示 美国政府最新的对华加征关税的表态 加大了贸易壁垒成为常态化的可能 加征关税将加剧美国通胀 降低居民可支配收入 冲击消费并加剧企业 特别是出口商的盈利压力 摩根士丹利的策略师判断 美国政府若落实对华最新关税威胁 将导致美国经济最快在三个季度内陷入衰退 据悉 新一轮制裁的内容 包括禁止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 向俄罗斯提供贷款或者其他援助 禁止美国银行业向俄罗斯政府提供大部分贷款 白贡方面表示 此轮制裁是由于俄方没有按照美国法律要求 做出可靠保证 不再使用化学武器 并允许联合国或其他国际组织观察员实地核查 对此俄罗斯副外长李亚布科夫表示 这将会进一步破坏本已紧张的两国关系 而美国政府的这一举动主要是源于国内政治因素 去年3月 俄罗斯前情报人员斯克里帕尔和女儿尤利亚在英国中毒 英国警方认定 两人中了苏联研制的诺维乔克神经毒器 随后 美国认定俄方违反国际法使用生化武器 或针对本国公民使用致命生化武器 但俄方予以否认 称这是应方栽赃 随后当年8月 美国宣布对俄罗斯实施一系列制裁 包括禁止美国对俄罗斯出口防务用品和防务服务 禁止所有美国政府部门提供对俄信贷和信贷担保 禁止出口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 对俄罗斯敏感商品和技术等 据美国政府多位官员确认 美国自2号起正式退出中导条约 并将于数月内试射中远程导弹 并在数年内完成部署 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 称中导条约正式失效 失效原因在于美国首先退出 同时指出 美国退出中导条约是严重的错误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美方已经给予俄方6个月时间已重新履行条约 但是俄方拒绝 因此条约正式停止 美国国防部同一天表示 将加速研发巡航和弹道导弹系统 俄罗斯外交部2号宣布 由于美国退出中导条约 条约正式失效 俄罗斯副外长李亚布科夫指出 美国退约将对国际战略安全形势 造成最消极的影响 美国一些人已经误入歧途 企图通过对别国施加军事压力 以达到目的的做法 只会令对抗形势更为严峻 并开启新一轮军备竞赛 德国外长马斯1号表示 中导条约失效有损欧洲安全 必须就裁军和军备控制约定规则 防止发生新一轮和军备竞赛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号说 中导条约失效后 世界将失去宝贵的核战争制动器 相关各方应积极寻求 国际军控新的共同路径 1987年12月 美国和苏联领导人签署 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 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 简称中导条约 规定两国不再保有生产或试验 射程在500公里至5500公里的 陆基巡航导弹 弹道导弹及其发射装置 2018年10月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美国将退出中导条约 理由是俄方违反了条约规定 俄罗斯一直拒绝接受美方类似指控 中导条约失效后 美俄2010年签署的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成为两国间仅存的军控条约 这份条约限制俄美保有核弹头的数量 2021年到期期满后可延期五年 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说 这是另一份糟糕的条约 再来关注到的是 日本政府2号决定将韩国移出 可享受贸易便利的白色清单 将对日本出口韩国的大量商品 采取更严格的审批措施 韩国总统文在寅当天召开 紧急国务会议 警告日方一切后果自负 文在寅说 日方拒绝为解决问题 进行外交努力 做出令事态恶化的草率决定 韩方对此深表遗憾 他警告日本政府说 日方无视韩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奴隶 应对目前贸易局势恶化负责 今后事态进一步发展的责任 也都应由日方承担 文在寅强调 日方的措施不仅损害 韩日长久以来的经贸合作关系 给两国关系带来重大挑战 同时还将打击全球供应链 拖累世界经济增长 同一天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 红南基表示针对日本把韩国移出贸易白色清单的决定 韩国也将把日本移出本国的贸易白色清单 这意味着日本在进口韩国商品时 需获得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等部门的单独许可 另外红南基表示 韩国政府将尽全力稳定相关原材料短期供应 对于受波及的国内企业 韩国政府将给予预算税收和金融方面的支持 清瓦台国家安保室次长金炫宗表示 政府将重新考虑与日本共享军事情报的合理性 韩联社称这一言论可被解释为 韩方可能考虑以作废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决定 来应对日本经济报复措施 韩国外交部当天也对日本的这一决定表示强烈抗议 韩国副外长当天表示 日本将不再被韩国视为友好国家 据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政府将韩国移出可享受贸易便利的白色清单的政令 将于本月7号正式公布 并于28号开始实施 受这一消息影响 韩国股市和汇市2号双双下跌 主要股指跌破2000点关口 韩元对美元汇率跌至两年多以来最低 当地时间周五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 与欧盟方面签署协议 这份协议旨在提高美国对欧盟国家的牛肉出口 分析称 特朗普此举是希望缓和与欧盟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 特朗普还表示协议生效一年之内 美国对欧盟国家出口的免税牛肉将增加46% 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供的数据 目前美国每年向欧盟国家出口的免税牛肉的总价值 约为1.5亿美元 得益于这项新的协议 这一数字有望在七年之内增加近两倍 达到4.2亿美元 有分析称 特朗普正试图在2020年大选前 减少贸易冲突对美国所造成的经济和政治损失 通过签署协议 除了扩大牛肉出口之外 特朗普还希望能够缓和与欧盟的贸易紧张关系 一直以来 美欧之间在农产品 汽车 钢旅关税和航空补贴争端等方面 存在分歧 上个月26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威胁说 将对法国开征数字服务税采取报复措施 沙特阿拉伯2号发布多项证令 准选21岁及以上女性 无需男性监护人许可 自行申请护照 出国旅行 同时在家庭和工作中 给予女性更多权利 根据沙特国王及其内阁批准的系列证令 年龄21岁及以上公民 可自行申请沙特护照 出国旅行 无需经他人事先同意 而在此前 沙特女性不论年龄大小 都需要得到男性监护人许可 才能更新护照或出国 数以千计的沙特女性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庆祝 人们表示 旅行自由可以让年轻女性 和自己的兄弟一样 完全自由地成长 赋予女性为孩子做出生登记 为自己登记结婚或离婚的权利 向女性发放家庭关系证明 允许女性成为孩子的监护人 同时 政令还扩大了沙特女性的就业领域 并强调任何沙特公民的工作权利 不应因为性别年龄或身体状况 而受到影响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 近年采取一系列举措 赋予女性更多权利 如去年允许女性驾车 允许女性在体育场与男性 一起观看足球比赛 以推动社会开放和经济改革 2016年沙特王储提出 2030愿景经济改革计划 希望把女性劳动力比例 从22%提升至30% 再来看一下热带风暴维帕 在登陆广西之后 与二号夜间向西南方向 过境越南广宁省 据越南中央水文气象预报中心消息 热带风暴维帕中心最大风力9级 阵风达11至12级 我们来看一下记者 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这里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雨点从四面八方向我袭来 眼前一片模糊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的这一棵稻糖树 因为大风也被连根拔起 歪倒在路旁 维帕过境时带来的强降雨天气 对当地民众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影响很大 在越南广宁省的盲街市 不少道路被水淹没 记者在酒店里甚至发现空调管道 也因雨水倒灌 在不停地渗水 当地不少餐厅也因为恶劣天气 提前关门 根据越南中央水文气象预报中心的消息 维帕所带来的强降雨天气 未来几天还将持续 应急部门已向越南北部各地 发布了禁止出海 暂停旅游服务 以及疏散高危地区民众的通知 此前 维帕登陆广西 给北海青州等地带来疾风咒语 局地达到暴雨级别 我现在是在北海淫滩 现在是早上的八点钟 台风维帕正式来到了 北海附近的海域 根据气象部门公布的台风的路径来看 台风维帕并没有直接在北海市区登陆 而是选择了在北海市和围岛之间的 北部湾海面穿过 那么虽然说没有直接的登陆 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了 这个风是非常大 我站在这里也是有一点飘了 那么现在整个的营潭景区 已经实行了一个封闭 那么北海市的渔船 也是回到了这个渔港进行这个避风 从昨天上午7点开始 北海市市区刮起了7级左右的大风 并下起了暴雨 一些街道出现了内涝的情况 在桥港镇派出所南路 持续的暴雨使得下水道 出现了倒灌的情况 道路积水严重 一些涉水行驶的车辆 出现了抛锚的情况 再受台风影响 北海维州岛上有多棵大树 被大风吹得连根拔起 以菜市场的屋顶被吹翻 有民宿的窗户被大风刮破 继续了解到 受台风的影响 从8月1号至4号 北海至维州岛海口的航线 全部停航 广西南部沿海青州等地 风大雨急 局地达到暴雨级别 并伴有8-9级大风 阵风9-10级 我现在就是在广西的青州市 而我现在所在的是 这个港东站 青州港东站的一个 东站作业区 平常在整个作业区 都是一些装运车来回运转 还有吊机 吊装货物 火车到达的一些画面 是一片繁忙的景象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为了安全起见 现在所有的作业都已经是停止了 那现在的车务段 和公务段的工作人员 正在利用这个时间 对这个线路进行检修 另外 沿海相关的码头作业 现在也已经是全部停止了 截至目前 暂时没有收到 因为台风围帕 带来的运输船舶 有损失的报告情况 另外 根据地乡部门的预计 台风围帕 将会以每小时 5-10公里的速度 继续向广西沿海 偏西方向进行 逐渐地向越南东北部的 沿海地区靠近 从今天到4号 贵南地区 以及广西沿海地区 仍将持续出现大雨 暴雨 甚至是特大暴雨的情况 所以 还有这个阵风打 9-10级的这样一个大风 所以机下部门也是提醒 大家要注意这个强台风 带来的这个 有可能引发的自身灾害 以及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财经事件与他们相关 接下来关注一下 过去一周的一些热点人物 以及事件 软银董事长孙正义 欲筹资千亿美元 押注人工智能 传奇车手 舒马赫健康状况 在影关注 家中观看F1比赛 与人沟通仍有困难 将期言论 引发市场动荡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被指不够鸽派 再遭特朗普批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CNBC夜闻多 在新加坡带来的树里 在全球范围内 能筹集1000亿美元的 私募股权基金 可以说是屈指可说 那么两个1000亿美元呢 全球投资界领军人物 孙正义是正在 试图完成这一创举 由他主导推出的 第二期愿景基金 将在第一期 1000亿美元的规模上 进一步加码 到1080亿美元 其中 孙正义的日本软银集团 计划注资400亿美元 他在今日接受采访时表示 人工智能已经过了 学术研究的阶段 正处于现实应用阶段 而他认为 未来十年内 人工智能将对三个领域 带来巨大的变革 那就是企业的商业模式 医疗保健和交通运输 而愿景基金 也确实在这些领域 大举压注 如果人工智能 真的能在医疗领域 大有作为 那么全球赛车迷们 或许就有望见证 更多传奇 传奇赛车手 舒马赫的病情 是一直牵动着车迷的心 在上周末 刚刚结束的F1德国战中 舒马赫的儿子 驾驶着父亲 曾经的赛车 为比赛暖场 令人欣慰的是 这一幕巨星 也被舒马赫 通过电视转播 亲眼目睹 舒马赫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同时也是前 法拉利车队主管 现任国际清联主席的 让托德 本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透露说 他和舒马赫 在瑞士的家中 一起观看了比赛 只不过两人 不能像以前那样交流 言外之一就是 舒马赫的沟通能力有限 这也证实了 去年年底的一份报告 一名健康专业人士 称舒马赫不是植物人 本周我们关注的 最后一个热点人物 是为金融市场 带来巨大波动的 美联储主席保维尔 当地时间周三 美联储宣布降息25个基点 符合市场广泛预期 但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 鲍威尔的一席话 却让金融市场是淡定不起来 他先是表示说 本次降息不意味着 连续性降息周期的开始 随后又话锋一转 称也不要设想说 我们就不会再次加息 鲍威尔雨带保留 同时呢 雨态也不如市场预期的 那么鸽派 受此影响 美股一度短线大幅下跌 上演跳水行情 在目前美国尚可接受的 经济形势之下 美联储采取非常规 降息操作 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美联储的独立性 也是令人生意 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 却对降息幅度不满 并在第一时间发布推文 抱怨鲍威尔 称奇让他失望 虽然身为全球 最具影响力的央行领导人之一 不过摊上这样一个强势的总统 抱怨鲍威尔的日子 其实也不太好过 好的 以上就是本周热点人物 回顾的所有内容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将继续为零梳理 投资消费互为机会 看看有什么样的财富新角度 十年间 单身女性家庭增加近50% 韩国女性消费 成为市场的新亮点 话无为友 打破环境制约 日本枯山水 打造独特园林景观 韩国统计厅 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到目前的韩国家庭 互主为未婚女性的 为148.7万户 比十年前增加了45.9% 随着单身女性群体的增加 韩国市场推出了 以住房租赁为代表的 多种专门针对 独居女性的服务和产品 我们来看一下 记者发回的报道 韩国首尔的江小姐 今年34岁 是一名自由职业者 江小姐告诉记者 从大学毕业后 她就开始独自生活 由于安全问题已经搬家十多次 直到找到现在居住的单身公寓 这座单身公寓 位于首尔市中心 公寓的16层至18层 为女性专用楼层 每层的楼道里 都设置了紧急求助按钮 可以直接连接 24小时值班的保安室 这里的快递 直接存放到无人快递箱 减少了独居女性 独自面对陌生人的安全隐患 如果家里的电灯坏了 马桶堵了 公寓管理人员会上门服务 江小姐租住的50平方米的单人间 月租金 约合人民币4300元左右 要是每月多交大约1000元人民币 还有专业人员上门清扫 洗衣服 여자들이 혼자 살 때 보안 외에도 남자들의 도움이 필요한 점들이 굉장히 많아요 예를 들어서 불을 갈거나 무거운 짐을 옮길 때 여기는 컨시어지나 ICT 기술들이 융합되어 가지고 그런 부분들을 잘 채워주는 것 같아요 尼马克比尔是在4个院长 2000多世代的運用中 女性入住者的比率 60%以上を採取하고 있습니다 最近女性的安全 社会的问题 女性的担当者的关心 入住者们增加 近年来 韩国针对独居女性的 跟踪入室抢劫等案件频发 门锁报警装置 家用监控等安保服务产品 销量倍增 这家安保公司推出的 首门卫士安保产品 是一款安装在门上方的 感应监控系统 如果有人在门口停留 徘徊2分钟以上 系统会发出警告提醒 并将信息推送至 联动的手机APP 实现一键报警 此外 韩国还出现了 女性专用的健身房 汉征房 在宠物轻奢时尚市场上 独居女性也建成为 消费主力 保安이나安全 서비스 에 대한 수요도 많이 높아지고 있고요 특히 혼자 사는 여성들이 남한을 위한 작은 사치를 위한 이런 수요도 높아지고 있기 때문에 이런 For Me族을 위한 감성적인 상품과 서비스 특히 여성들에게 특화된 이런 서비스가 많이 필요해지고 있습니다 韩国统计厅数据显示 目前韩国女性 月平均收入约为 245万韩元 约合人民币14000元 同比增加6.7% 独居女性 在一人家庭中占比 已达49.3% 而单身女性的消费能力 和消费自由度更高 这或将成为新的消费增长点 此周末去城市 周边宝览 山水景色 可能是很多人的休闲方式 不过还有一种 不必奔波辛苦 只需要安静欣赏的枯山水 您了解吗 自鄰国日本 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 形成了一种 被称为枯山水的 独特园林景观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枯山水起源于 14世纪日本的寺庙园林 为了打破 以往持全庭院的限制 造园师用白色的细小砂石 来表现水流 从干枯的环境中 创造出江河湖海 与山巒铁杖 由此得名枯山水 京都集中了 日本众多著名的枯山水园林 刚笑人在当地 从事园艺师工作 已经有31个年后 他告诉记者 用砂石的纹路 来展现水波 是枯山水的 主要表现手法 他需要观赏者 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来进行鉴赏 由于风雨和落叶等原因 枯山水通常两周左右 就要进行一次养护 去除落叶和杂物后 先用木耙将铺设在地面上的砂石 重新进行平整 之后按照各处枯山水园林 最初的设计 用带齿的砂扒 整体描绘出直线波纹 最后在植被或石块周边 用弧线进行勾勒 让砂石表现的水面 呈现出动态变化 无论是制作还是观赏过程 都需要集中自己的意念 这也正是枯山水园林 本身所蕴含的产意 由于枯山水这种造源手法 打破了缺水的环境制约 因此在个人住宅以及酒店民宿等 有限的庭院空间 甚至狭小的室内 也可以建造园林景观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目前日本国内园林建筑业的市场规模 约为4000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260亿元 而随着枯山水国际知名度不断提升 以及日本园林行业不断加大 对海外市场的拓展力度 国际商用开发项目中 引入枯山水的造景案例 正在不断增加 看过了传统日式园林内的枯山水 我们再跟随记者到日本大阪 体验一下如何以各类小点心 制作出一个唯妙唯效的枯山水甜点 这家距离大阪站5分钟车程的甜品店 主打传统日式田园风格 一进门就能看到店内一张大方桌上 装饰着一幅以小石块制作的枯山水模型 顾客可以参照这一模型 亲手制作自己的枯山水甜点 现在在我面前有各种各样的小道具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像这样子的巧克力 和日式的一些小点心 也可以用到这个作品当中 而且还有像这样子的篱笆和小桥之类的 现在就来让我尝试一下 顾客首先需要将细砂糖均匀地铺在托盘上 来表现枯山水中的白色砂石 之后以铁圈等小道具勾画出纹理 以还原枯山水中白砂上的层层连衣 接着布置上小点心 比如用海青菜包裹的甜点充当涨满青苔的石头 将巧克力和芝麻酱揉搓到一起 充当有花纹的制景石 最后在点缀上树木篱笆等小模型进行装饰 这样我的作品就完成了 其实我在制作的时候 是想呈现一个从小桥进到一个 有水有树有篱笆的院子里的感觉 在制作这个的过程中 也感受到了这种专注带来的宁静 可以说是一次非常有趣的体验 在店内体验制作一次枯山水甜点的价格 为1540日元 约合人民币100元 这一项目推出以来 受到不少顾客的欢迎 店长表示 共同制作枯山水甜点的过程 既考验合作双方的默契 又能增进感情 因此有不少年轻情侣和夫妇 选择在纪念日来体验制作 如今枯山水甜点已经成为 这家店最受欢迎的项目 除了吸引本国消费者 记者还了解到 目前来店里体验的客人 有10%是外国游客 店家也准备推出 包括汉语和英语在内的预约网站 以吸引更多访日游客 据美国CNBC电视台报道 知考欧洲的热浪 已经转移到格林兰岛 预计仅8月1号一天 就有120亿吨冰融化成 融化流入到海里 创下格林兰冰川 单日融化的最高记录 根据美国国家冰雪中心的数据 若格林兰岛所有的冰都融化 全球海平面将上升超过6米 科学家认为 由于全球变暖不断的加速 海平面上升的速度将会超过预期 近日美国航天局NASA宣布 他们的系外行星探测器台斯 在距离地球约31光年的地方 发现了一颗可能适宜人类居住的星球 并给它命名为超级地球 美国航天局系外行星探测器台斯 发现了31光年外的三颗行星 它们围绕一颗被命名为GG357的恒星旋转 三颗行星中最令人感兴趣的 是被科学家们命名为GG357D的超级地球 其质量至少是地球的6.1倍 围绕一颗比太阳小得多的恒星运行 每55.7天绕母星公转一周 因为它位于星系移居带外源 所接收到的恒星能量 与火星接收到的太阳能量大约相同 目前科学家们还没有确认 该行星的大气层密度 若该地球存在稠密大气层 则极可能像地球一样 表面捕捉足够热量 并可以留存液态水 具有类似地球的移居条件 或将成为可以孕育生命的超级地球 如果大气层密度不够 那么这颗行星的地表温度过低 将无法支持生命存在 美国航天局去年4月发射力 科新的系外行星探测器台斯 主要目标是接棒开普勒太空望远镜 继续搜寻太阳系以外的新世界 美国航天业普遍认为 美国航天局发现超级地球 为人类探索太阳系之外的高级生命 又添加了新的进展 近日捷克摩托车越野赛精彩上演 选手们驾驶摩托车 在赛道上急速驰骋 展开激烈角逐 节目的最后 来欣赏一下比赛的精彩瞬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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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